还要来看花莲的农产非常丰富 加工之后经济价值也随着提高 吉安乡农会这里成立了第一座的保健作物加工厂 让农民辛苦种植的作物 从生产 加工到客制化包装都能一贯化 不单可以维持好品质 也省下原本必须到西部加工的时间跟费用 未来希望可以拓展 不止局限在花莲要帮忙更多农友 一朵朵鲜艳的小油菊铺满满 被放在像是摩天輪般的低溫真空干燥机里头 要脱干水分 檸檬 凤梨 火龍果也都在排队 这里是花莲吉安农会刚落成的保健作物加工厂 有三条生产线可以帮农民把姜黄或刺五加 及水果等作物 一致完成干燥 粉碎 培炒 及自动化包装 做成茶包或胶囊 建立标准化流程 也提升作业效率 让农民辛苦收成的作物 能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现在不用再翻山越岭往西部跑 未来加工的对象也不限只有吉安 当地的农产品 希望能够拓展范围到花莲其他乡镇 或是外线市来增加农民的收益 华视新闻张义军 蔡长刚 蒲新宇 花莲报道 ..! 看到资料